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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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发现个大货 开一开一开 看 这里边 Yuppie GoGoLayzami 师徒的小可爱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是位于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大区 布列塔尼大区位于法国的最西边 辟邻北大西洋 与英国是隔海相望 该大区海洋资源非常的丰富 而且对于法国 该大区的军事地位也是非常的重要 例如位于布列塔尼大区的布雷斯特这个城市 就是法国非常重要的军事要港 这两天我看见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布列塔尼大区会迎来 今年法国最大的一次潮汐 为了满足海检粉门的愿望 我驱车了1000公里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决定在布列塔尼待上一个星期 不仅赶海 也给大家看看这边的风土人情 还有一些特色美食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持续关注我 今天的任务就是赶海跟着我一起 走吧 看这种石头下面有可能就会有 我的专业武器我都已经买了 螃蟹 这里 我看见它了 看 压住 这是赶海 太爽了 不过这螃蟹你看跟我上次捡的那种有点像 肉少 算了不要这种 我要补大货 刚才老爷爷说这可能会补上龙虾 但是这是一种运气 我再薅一下 看有没有大货 这种将军帽好多 而且特别大 你看 这玩意可不好翘 大家有没有 哇 哇 长得像鲍鱼一样 你发现没 这特别肥 哎呦 这天 这白天的温度已经达到20多度了 好热呀 我就随便薅了一下 就薅出那么大个螃蟹来 大家看我手里这个卡 这是从旅游局里拿的 这个卡呢 就是说上面会有一些 比如说螃蟹要有多大 这些扇贝要有多大 你才能补 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需要余震的 你可以用这种来量 比如说这个嘛 它属于是毛蟹吧 头必须要大于6.5厘米 你看这个就是合格的 你就可以拿走 这些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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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木材 老爷爷都捕到龙虾了 别人才来半个小时 然后给我传授了一下经验 大家看 他是让我手下去摸 他说如果说你看到这种红色的 这种海藻什么的 他说龙虾一般不会栖息在这种地方 看看我的神龙白尾 好多人 大家都知道是大潮 然后跑来港海 全是一些老头老太 这还是个体力活儿 有一个大的 大潮 我怎么看他眼睛都是红的 他会不会跑啊 看着 看着看着看着看 我怎么控制得住他呀 那是啥蟹 眼睛都是红的 眼睛都是红的 这是杀红眼的吗 这是 哎呀我天天天 哦 他在产暖 看着他肚子 看见没 是蟹王 看旁边还有他的追随的粉丝 看见没有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眼 是蟹王 肚子上全是紫 那么大一只 看比我的手掌都还大 这种就算了吧 虽然说蟹王很好吃 但产暖期的这种母蟹 咱们还是不要补了 放进去吧 这个板子我还是要给它恢复到原物 就它该是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 这样明年它还会在这来掺的 这个石头缝里有可能会有 老爷爷说要手拿进去找 这个是 戳一下 哇好硬 是面包蟹 我咋把它弄出来 它怎么卡在那呢 它在往里钻 我看你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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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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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看 哇 面包蟹 看没有 哎呀哎呀这 这个卡上也有这个螃蟹 叫独独 明显就没有它那么大 必须要长到这么大的大小 你才能捡走 这太小了 虽然很少吃 但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就还是把它放回去 埋起来 小龙虾 小龙虾 那么小活的吧 不过这种肯定是不能拿走的 看 像龙虾的话最常能活50年 这种是太小了 这种是太小了 下下边 你说吧 我说的 嗯 好 要那没有 那够 看呢 一块儿 我先放开 我先放开 好 你看那几个老爷爷挖了一个鲍鱼起来 但是太小了 他说不能拿走 这种大小在国内肯定都能吃了 这几头豹啊 不过在这边就还是控制很严 不能拿走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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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个大货 看一看一看 看那里边面包线 那么大一个 让我徒手斑蟹 哎呦我天 活着活着 关键他 卡那缝里了 我口水都出来了 不行 我取不出来 我去拿我的钩子 赶紧的赶紧的 捡了个漏 这些地方好多人找了 我害怕给他刮伤了就不好了 哦 钱了 钳子刮掉了 咋弄了这 现在我拿手去 不行 他完全卡死在里边了 我把他爪子都勾掉了 你看他的钳子 他又回去了 贴头 出来了 可是钳子断了 这个地方太狭小了 根本没办法 哇 可以 哇面包蟹 香 长潮了 赶紧回到大岸上去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奋斗 现在大概时间是下午 近5点钟的样子了 看一看我的收获 感觉有两三公斤的将军帽 虽然没捕到鲍鱼 但是这个也能吃 然后还有一条海曼 面包蟹压在下面了 我就不翻出来了 今天的港海只是一个前走 明天的话我要上一个岛去 据说岛上叫龙虾之岛 说是掰一个石头都有龙虾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明天咱上岛去看 现在咱们赶紧回去 把这一锅先吃了再说 我现在准备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煮汤 因为这个将军帽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那么大一盆 我先煮个汤 然后再来一个蒜蓉煎的 香煎的这个将军帽 我就准备用当地的黄油 用法式的这种做法 因为布列塔牛地区的黄油 是非常出名的 蒜蓉爆香 放点佐料 辣椒粉 最后撒入一些法香 再煨一分钟差不多了 布列塔尼生产的可乐 今天这顿菜 真的不知如何下口了 我都已经太多了 好鲜啊 尝一个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但是我的这个厨艺还是可以的 就国内有的地方叫这个东西 叫假鲍鱼 味道确实有点像那种鲍鱼的那种味道 现在我要启动我的电视剧 边看电视剧 边享受我的海鲜大餐 好了 更多有趣海外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油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 拜拜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油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